天天勾脚抬腿为什么没有效果反而更痛 我们经常跟大家讲 这个勾脚抬腿这个动作呢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呢是很好的锻炼 尤其是对于骨丝投机 但是呢评论区也有很多患者讽丝朋友说了 我天天都做了没有用 那有的朋友呢甚至更疼了 那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呢是有其他的肌肉在帮忙带肠 会弱化对于骨丝投机的训练作用 勾脚抬腿作用的时候呢 一定是要坐着或者是躺着练他 特别容易引起腹肌各卡腰肌靠腹部发力 对于有些人呢腹部力量不够的话 那可能会增加腰椎的带肠 反而导致腰背的疼痛 腰背肌的一个老耸 所以在坐的时候呢要找一个带靠背的带扶手的椅子 这样呢把上半身的这个肌肉力呢给它分散开 第二个呢就是动作错误 不勾脚只抬腿 这其实呢练的不是骨丝投机 在膝关节升值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是髋关节在动 那么练的呢主要是髋关节周围的肌肉 骨丝投机没有得到锻炼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勾脚抬腿 是一个自重训练 只是靠我们的脚的本身的重量 它的负荷呢是比较少的 重量呢有时候达不到这个刺激的预值 所以效果呢可能就会稍微差一些 所以呢我们就要 更要去坚持多练 通过量来提高它的效果 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后续呢给大家分享更多实用的小科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